杠精撞杠精 一尊 乌眼清 老习是耗子扛腔 窝里横 怎敌他 反共大横 曹兴成 看党国 裸官弃船 正逃命 谈民国 海外有子 急返成 两岸两重天 巴基来特 中留名 台美大联手 细经大号 乔麦登 一尊表示 可错了 是小熊 这他也争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新老的老北京茶馆 品大碗茶 听大实话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先汇报节目信息 本周会员新节目正式开始更新 昨日周五 李正的《正说红楼》第六集 已经跟会员茶友见面了 大家可能知道 曹公雪芹对宝玉的唐姐迎春有句形容 只比死人多口气 形容迎春不管事 没什么存在感 在这集 宝玉这大活人 突然跟唐姐看齐 直接也比死人多口气了 活上当爹 蹲大板子 给打得濒死 一顿规模空前的胖揍 嗨 就那个您倒是检讨自个 赶紧改呀 估计 宝玉呀 牛脾气上来了 宝玉是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争取尽早让他爹 把多余那口气也打断了 齐活 《正说红楼》第六集 且看宝玉昏昏睡去 再次醒来之后 对黛玉说出那句震撼心灵的赴死告白 北魁没当着他爹面说 要不他不死 甲正也得自杀 宝玉爹甲正是绝望到一定程度了 要说到底什么 赴死告白呢 感兴趣的茶友到会员区 您看见 置顶留言里面有链接 年度会员费用超低39美元 欢迎茶友们加盟入住 另外美东时间周日晚上 大陆港台时间周一上午 发布另外一集会员节目《茶聊斋》 超限时零分高考作文 新动物庄园 这期节目我们带大家继续为观品评一下 党国教育体制下的一篇高考零分作文 分数虽然惨 思想却饱满 非常值得一看 明天依然开放试看 欢迎大家前往 另外 见新来的茶友 现在就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跟进每天最新段子 谢谢大家支持的 好嘞 茶坊一挂 段子先行 开板上段单 话说 天朝党国这出荒诞离奇的独角戏 这回真踢到铁板了 不好 习杠惊 撞其他杠惊 两杠相撞 一尊不惊都不行了 对方意志太坚决呀 女汉子太英文 错了 银发族真男儿曹兴成 明白了 这是高调申请回归中华民国国籍 还给中共武力犯财提前宣判三宗罪的 商界大亨曹兴成老先生 知道曹老给中共判处的三宗罪是哪三宗吗 那必须知道 蓄意屠杀 恶性触犯 战争罪 反人类罪 完全正确 这样 刘卓 您能不能给茶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曹老爷子背景 没问题呀 介绍一下 曹兴成先生1947年出生在北平一家书香门地 一岁半随父母到台湾 大陆生人 跟国军一块去台湾 对 台大毕业之后 曹先生读过台交大的硕士 1982年的时候 台湾成立的第一家芯片公司联华电子 第二年被电子所所长看中了 原因是什么呢 说曹老先生话不多 但是很有主见和想法 有大格局 苗子 看出来了 曹兴成掌舵期间的联电 从1000万美元的原始资本 发展到营运规模大到100亿美元 联家军的业务也迅速覆盖了全球 曹老06年退休 之后热衷收藏社会活动 还公开发声要倡导两岸的和平 毕竟有大陆出生的那段渊源 汶川逆阵之后 曹老先生捐给汶川灾区3000多万港币 还是有感情 不过呀 曹先生在大陆也投过电子产业 但是光官司就打了9年 最后干脆巨大的亏损 整个过程里边 曹先生深刻见识了 党国丛林社会里边的种种龌龊和猫腻 关于曹先生外界评价 这是一位杀伐果爵 霸气外露 极具个人魅力的企业领袖 朋友形容聪明、硬气、强悍、极具胆识 带领莲花电子一路走到世界顶端 06年的时候 廉家军的年营收占台湾IC设计的三分之一 廉家军之一的联发科技 2020年第四季度逆袭 成为全球手机芯片的销量冠军 行了 下边咱们了解一下曹老先生放弃新加坡国籍 重新回归中华民国怎么想的 一句话跟勇敢的台湾人站在一块对抗中共 今天我很兴奋 因为我恢复了中华民国台湾国籍 放弃了新加坡国籍 同时我可以和所有勇敢的台湾同胞 站在一起 对抗中共侵略 保卫国土 让台湾永远和美国一样 成为自由之地 和勇者之下 老爷的这表现太惊讶了 他已经听人们的声明讲话 还有名叫为抵抗侵略 保卫家园而战 曹老爷子说 今年6月7号 中共前《魂秋时报》总编 腿脚特零变 善于叼盘那位胡锦 老胡表示 对我了解挺透的 老爷子说了 胡宣称 他们解放军一旦攻入台湾 会杀光台独 不留火口 您听听 胡乔凡说的这是人话吗 整个人一纳粹屠夫啊 曹老健就说 还有8月5号 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也狂言 一旦中共统一台湾 立马着手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 就那臭名昭著的新疆再教育的勾当 这事儿 曹老爷子是门儿清 老先生一针见血 所谓再教育 就是对老百姓不断的虐待折磨 让他以后只知道服从 不敢反抗 恐怖教育 就让老百姓一直颤抖着狗活 打了才踏实 曹行成就说 在21世纪的今天 大量中共官员公然叫嚣 要对台湾2000万人进行屠杀洗脑 完全无视 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实在非常病态 非常绝对病态 病态不轻 他们提出的理由也极其荒唐 他们说来台湾杀人 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领土台湾 用杀人的方式保护 简单说杀你是保护你 曹老爷子一针戳破就大忽悠了 台湾从来没被中共管辖过 怎么变成他们领土 一尊表示 正因为从未被我们管辖过 所以我才天天晚上做中国梦 把台湾当我们自个领土 一宿一宿的亲自跟那指挥 曹老劲就说 中共说台湾自古就是党国领土 but台湾原住民在台湾已经活了4000年 4000年真够长 闽南人住台湾也超过了350年 中华民国也已经存在了111年 都比党那亲爱的后班 随时代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不过73年 台湾怎么会自古就变成他领土 一尊表示 对呀 这怎么可能 就是 可能或许 大概其 我们中国梦里面纪念方法它不一样 能把这几个数给圆过 没听说 曹老先生都急了 这种不顾史实的胡沁 胡言乱语 这种不顾史实的胡乱言乱语 也只有在专制体制的脑残才能说得出来 点赞 赶紧点赞 这老爷的横跨新加坡、中华民国 说话这么接地气 连脑残这网络流行语都说这么溜 溜着呢 人家曹老先生那也是网络追风少年 心理上是弄潮文 哈 这一孙这回麻烦大了 转于弄潮儿对手 人家从年龄上就占优势 老爷子就是说 所以中共如果对台动武 那明目张胆的侵略屠杀 蓄意的 恶性触犯战争罪反人类罪 三宗队鉴定完毕 老爷子可不是放嘴炮 人家豁出去了 带着钱、带着国籍 回来要玩命 真是看出来了 跟当初普京亲自指挥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那些海外游子各界成功人士紧急往回润 回来拿几箱一块参战 这事儿有的一拼 这有关联 您这么说吧 当初仗一打起来 谁敢说乌克兰能挺到现在 可不嘛 那把普京大帝那帮大军给牛的 小笋猴五毛大帝们一会说呀 闪电战分分钟拿这几分 乌克兰总统资雷斯一屁股尿流逃离乌克兰 光逃跑 咱那党给算出来多少20多回 分身逃跑普京大帝的情报戏 可把老普给害土了 惨到什么程度呢 普京粮草跟进都没怎么做准备 在先遣队里塞了一堆警察 派警察攻打乌克兰 不是攻打 是普京得到的情报消息室 乌克兰的政界大佬们 基本都被咱们拿下了 您也不知道 乌克兰人现在有多么迫切回到咱们大俄罗斯 大俄罗斯梦普京养肉跟哪情报下属知道的一清二楚 乌克兰人急的哟 就盼着咱们俄罗斯梦之队呢 普京一琢磨好家伙 那要是到了乌克兰老百姓冲过来连枯带嚎迎接 场面控制不住啊 需要警察维持秩序 齐活普京就是这么被他手下那帮腐败政客欺骗外加忽悠的 关键是不这么忽悠不行 策反经费投入太多 没成绩交代不过去 必须得编故事 这钱都花哪去了 钱那不是都让普京手底那帮情报系官员给分了吗 人都有儿有女啊 谁家不得在欧美买房子置地投点资什么呢 我晕 怎么跟老新手底那帮杂碎一模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俄罗斯人有大胡子 行 一尊都打了好几个喷嚏了 这段赶紧掐中南海的树叶 盖上啊 王糊弄早盖好了 这人专项 专门糊弄起来的 行 咱接着说的曹老爷子啊 我看最近报道 曹行成已经正式宣布 防卫台湾助力捐出1亿美刀 30亿台币相当于 9月1号国军驻金门部队把中共无人机打下来那天 曹行成在台北召开的国际记者会 展示他刚刚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同时详细告诉媒体说他捐出的这笔钱会怎么使用 笼共分两步 俩行动计划 第一 花3年的时间训练300万 积极协助区域防卫的民间勇士 曹老给民间勇士专门起了名了 叫黑熊勇士 专制维尼熊 这些黑熊勇士跟国军配合 组成毒死一切漏洞的全民防卫网 您听着多振奋人心 注意啊 这个计划投6亿台币 驱逐计划快点做起来 尽早达成目标 没错 第二项就是以最快速度训练出超过30万名的民间神射手 神射手 曹老爷给起好了名叫宝箱神射 这个计划更大胆 得协调国军台湾警方 还有各个县市政府 以及台湾的民间组织 军警民联手全岛总动员 够牛 老爷子说了 这项计划估计要投4个亿 要尽快排除困难赶紧起动 这俩计划是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 宣誓全民皆兵抵抗侵略的决心 曹兴腾先生这么多年 没干别的 光默默观察体验中共了 最后有结论 这70多年中共是心心念念 时时刻刻想把台湾那块肥肉塞嘴里 but到现在也没敢动 为什么呀 没这实力 一蹲听这蹭下蹦下来了 满世界跟那悬磨 我琉璃展跟哪呢 曹老研究透了 最近这几年中共战狼外交让自由世界特厌恶 各国全在科技上对中共展开封锁 这是台湾难得的天使与人和 中共攻打台湾的实力只能是越往后越减弱 这事完全应该感谢一尊习庆峰那位胖同学 新时代外交思想培养的那些战狼精神 yes at s 而然属于勇于斗争 善于争斗 到处乱咬满世界树敌 最后终于很多双手搬起很多时候 砸了自己很多双脚 整个一无公斤 没事砸自己脚玩 砸得体无完肤 曹老婆 曹老都给举出具体例子 一顿紧急抢口塞的 把耳朵眼堵上了 老爷子就说 您比如说华为 过去还了得了 不可一世 现在您再找 华为哪呢 消失匿计 别错 任正非前两天还紧着跟那喊 活下去 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任正非借用的是芙蓉镇里面的台词 有点串台了 老先生就说 相反 台湾无人机半导体实力 要是能好好整合军民合作 美国在关键支持 台湾以后绝对具有 单独击溃共军来犯的实力 听听老爷子信心爆棚 单独击溃来犯的实力 而且是绝对具有这个实力 后边还一句 根本无需请他国派兵来援 骑活这才叫真正自信的不像那四个自信 全靠喊口号 曹兴成还注意了中共另一个图谋 就说了 中共现在特期望台湾内乱 自行瘫痪 所以他们支持地痞游路网 到处滋事找民 没错现在正干这事特别热衷 而且暗中帮助台湾一些品行低劣的名嘴 所谓政客散布失败主义 偷降古义 这周软刀子 为的是造谣挑拨 毁谤破坏台湾人团结 削弱台湾人斗志 我也真服了 曹老爷子简直对中共 平时干那些勾当看透的骨头里去了 绝对的 曹老先生说了 训练出300万黑熊勇士 30万宝箱的神社 可以在心理上在技术上鼓舞台湾年轻人 粉碎中共的内部瓦解图谋 得 杠精一尊 这回撞上真正的杠精了 24K斤 老爷子说了 我回台湾呢 就不准备离开了 就要死台湾 有几种死法呢 您听听 我已经决定我会死在台湾 我会死在国外 实在台湾当然是几种死法 第二是病死 那没办法 当然我笑死 看到大陆整个共产党垮台 整个那种罪行通通暴露 受到中华民族整个的声讨 那我会笑死 第三个我会战死 我绝不会活着说 看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 真是一台湾老人的肺腑之言呀 而且老人就盼着看到大陆共产党倒台 共产党罪恶一一被曝光 他宁愿到那天笑死 对中共极恶如仇的台湾之子 曹老为什么能有这么果决态度呢 因为他明白 不让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和欺骗性 对台湾非常危险 台湾你不知道共产党是多么邪恶的话 那你就支持了非常严重的欠缺啊 对不对 因为这种严重的欠缺对你 将来的台湾生存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过去的改革开放来很多人被骗了 这个好像很有希望啊 建设很发达很多人都被骗了 现在他这个邪恶又回来了 因为习近平文革走出来了嘛 对不对 他会不会有人教他说你要检讨 没有啊 只说你这样对对对 所以他说他想骗另外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是我要讲 中国的病毒啊 这个毛泽东是最大的代源者 对不对 你想学毛泽东 哇塞吧 这个又是一个张之魔鬼啊 真是太棒了 有曹行成这样的一个反共杠精啊 台湾真正的保护屏障 算是建起来了 同样是杠精 一是舌尖上的杠精 一是拳头上的杠精 一尊突然从中国梦里哭醒了 说我不光是舌尖上的杠精 我还是指尖上的杠精 就是 全世界前进方向 哪不让人一吨指能行啊 不让人指他不干 指尖杠精实至名归 用杠精开玩笑 党国老黑着台湾跟苍蝇似的嗡嗡嗡 绕台乱飞去 他那杠精其实是作秀 不再真想统一想什么领土的事 老伯母这事儿露言皆知 真要是在乎领土完整 干嘛当初搁那么大片领土给苏联 加上后来江蛤蟆又搁给俄罗斯那么一大片 都顶多少个弯弯啊 那都说远了 前几天一挥手 直接把班公胡多公里纵身 全化给印度了 知道 这事儿党出来走两波 不过这事儿您不能提 一尊正紧判的小私 连树叶带树枝往上盖的 伤口不能见光 行了行了 不围观小池塘了 快速说一下另外两件大事 我先说一下啊 外媒台媒都报了中国希望破灭 拜登政府宣布维持对中国惩罚性关税 这消息出来小私都没敢进去给一宗送去 派一训练有素的猫给叼紧去 一尊再抓一手猫毛的 一尊都快气炸了 之前连自己放风带别人猜闷 都觉着美国为了缓解脱膨胀 很可能会放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 拜登政府周五直接 一锤定音 继续维持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征受惩罚性关税 这边葫芦还没摁下呢 那边联合国人权高砖冲塔来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都发消息了 网友梳理了 党国心情跌落 起伏这个整个过程的曲线 先是二月份 崴脚部宣布 已经向人权高砖发出访新疆的邀请 有种特憧憬的思想感 在五月份 战狼部长王毅一通对人权高砖 巴西莱特表演 没错 当时外界都认为 巴西莱特要投降 看俩人关系特好 之后崴脚部战狼小赵 一声吹嘘合作愉快 是 说巴西莱特在新疆进行了不受监督的广泛交流 最后是前天 崴脚部记者会白头发战狼汪文斌突然变脸 大骂高砖 提交新疆报告 是美国的打手和帮凶 您听听没给北京当打手和帮凶 就成了自由世界的打手和帮凶 逻辑多清晰 巴西莱特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在卸任前几个钟头发布了新疆报告 在这之前好多人对他表示释放 以为他妥协了 最后女汉子纵身一跃 占案出来了 不得不说时与事都已经不在北京那边了 东升西降就像肥刀泡一样 破 一尊新说话 要不今晚我这中国梦 我一旦睡着之后 但愿长睡不愿醒 啊 您这直接赖梦里边不出来了 好嘞 送上好茶手有余香 欢迎您订阅分享 下回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